Zither Harp 说吧 住哪儿 本男神好人当到底 特别提供护化石者服务 邦尼 答应我 别再玩了好不好 你要再这么玩下去 一手好牌可真要打糊了 认认真真找个男朋友 找个值得你爱的人 美女 你怎么哭了呀 美女 怎么了这是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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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又有什么心事 你来呀 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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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走 走 还好吧 是不是莫南让你来找我 他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我只是还你包 好 谢谢 本年度的花艺协会颁奖典礼 可谓是群星云集 与往年不同的是 国外资本界也开始广泛关注这一行业 全球著名的时尚集团创想掌门人威廉刘 携大中华区总裁莫南也出现到了现场 他们的到场引发了很多猜想 花艺行业将会得到资本什么样的垂青 行业的格局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 好吧 今年一定得的是最佳企业管理奖 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为什么不是最佳花艺师啊 我觉得他最想得的就是最佳花艺师了 最佳花艺师他已经得过了 我觉得他应该得一个偏重管理的奖项 要不然宣传起来就太偏重个人了 我觉得应该是创意大奖 这几年我们公司在外置办的 一些大型场所 都属于在业界中是颠覆性的 企业管理 最佳花艺师 最佳创意 创意 猜错了请吃饭 好 没问题 你好 您好 酒药大别 请坐 请坐 好巧啊 一点也不巧 我早想到你会来 知识国内花艺界最大的盛事 怎么少得了我们创想公司 来凑这个热闹 是啊 您不来 我早想到你回来 哪儿来的热闹啊 博总到底是怎么能够 总是假装的 一本正经的 多热闹热闹啊 生活也多点刺激 你们创想的热闹 我可是领略了很多次 没什么创意 放心 今天一定让博总惊心 那好 我是没待 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花艺界的精英翘鼠们 还有各位热情的 媒体朋友们 欢迎你们 二零一七年度 花艺协会颁奖典礼 现在开始 下面我们将要颁发的是 杰出贡献奖 这个奖项是为了奖励 对全行业做出 重要贡献的人士 那么 今年获得此项殊荣的 将会是哪位 德高望重的前辈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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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